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费强劲 中秋假期全国1.05亿人次出游 中国风 夜经济体验游成假日消费的新亮点 市场重振沙特石油设施遭习 美国说将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应对市场需求 油价走势引关注 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 今天发布了8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 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表现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4% 增速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896亿元 同比增长7.5% 增速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其中扣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增长9.3% 比上月加快0.5个百分点 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40万0628亿元 同比增长5.5% 增速比1到7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2% 比1到7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 8月份当月的指标来看 增长的主要指标有升有降 工业生产又有放缓 我们的服务业增长还是加快 同时看到消费 市场销售还是保持稳定 投资越有放缓 但总的来看 我们知道阅读变化 因为有各种因素影响 它会有一定波动 但是从1到8月份总的情况来看 我们认为经济运行 还是保持了一个总体平稳 稳柔有进的发展态势 昨天下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 今年中秋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 全国接待国内旅游总人数 1.05亿人次 同比增长7.6%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2.8亿元 同比增长8.7% 相比五一端午等小长假 今年中秋出游中 两代三代同游的人次占比 提升约14% 赏月和夜游 呈中秋假日旅游的关键词 大家庭小家庭的这样一个团聚 成为一个重要的亮点 也就是中秋节回归到 它传统文化本身的内涵 那么假期呢 回归到休闲放松的这样一个本质 虽人在旅途 但团圆餐方面却并不马虎 美团点评数据显示 在线预定就餐的订单量 是平日的240% 五人以上就餐的订单占比 均高于平日 家庭团圆成为亮点 苏宁数据显示 月饼销量同比增长135% 广市月饼依旧是月饼市场的大户 占比超过65% 田茂数据显示 大闸蟹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80% 其中超过40%的大闸蟹 有90后承包 未来的假日交费一定要体现出它的深度 更主要的是看交费产品的差异性 我们的消费的供给才能够有竞争力 今年的中秋假期 全国多地兴起的中国风夜经济 体验油等新的服务消费模式 成为了这个小长假消费升级的新亮点 中秋夜在杭州西子湖畔 记者赶上了一场以中国风为主题的 传统文化商品特展 中国传统的斗拱结构 被做成了中国版乐高积木 而汉服 国字印刷等文创产品 更是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 好看 会搭配中秋的主题 比如说图案和颜色 衣服既好看 也有一定的文化 就是学习这种服饰文化 对年轻人的审美 也是有一定的契合的 记者从一家电商平台拿到的数据 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最近半年 平均每分钟 中国风就会被搜索805次 是去年同期的2.5倍 其中50%以上 都来自90后与00后 当传统文化遇上新兴的互联网技术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文士善成了新网红 制作油纸伞的过程 一放到直播平台上 就吸引了60万粉丝 仅中秋前后一个月 卖出了3000多把油纸伞 传统文化被追捧 古村落 古民居体验油 成为这个假期消费的另一个亮点 在广东潮州古城区的一个老宅院里 游客们正在体验始于宋代的 潮州首拉珠泥湖技艺 一年百年之道 另外呢也很 现在很多旅游者他们喜欢住那个客栈 也喜欢自己穿街走巷去旅游 白天逛古城 贫小吃 晚上住民宿听潮剧 历史文化比较悠久 然后小吃也比较好吃 街上也有很多拜月亮的感觉 还是比较浓厚的中秋细节 今年中秋 多地的消费新增长点 悄然由夜而生 很多城市通过实景演绎 灯光秀等时尚手段 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点亮假期夜经济 在江西雾园 身着汉服手持花灯的人们 穿过小镇街坊 向月台行进 拜月祭月 在山西平遥横坡村 满山灯火迎接城市来客 在山东济南大明湖畔 五万游客共赏一轮明月 在河南开封 精心打造的文化演出 叫好又叫做 在韩国 中秋节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节日 随着韩国家庭规模的小型化 和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 节日消费的形式 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很多人会选择购买 半加工的简便食品来过节 而宠物用的韩服 护肤品等特色礼品 也出现在了市场当中 今年中秋假期 韩国的大型超市和便利店 都在食品区摆满了 半加工的简便食品 不仅有冷冻的猪肉饼 海鲜饼等 节日必备的煎饼类食品 还有去骨 并腌制好的整条生鱼 可以长温保存的 带装大酱汤 生鸡汤等 一些零售商 面向双职工夫妇等群体 推出了中秋餐桌 专用的简便食品套餐 目前韩国有四分之一的 家庭饲养宠物 节日同样带来了商机 一家百货店 推出了宠物狗韩服定制服务 尽管收费约合人民币1000元 但中秋期间的销售额 仍实现了大幅增长 另外还有宠物香皂 精油等价格不菲的 护肤套装等产品 市场反响都不错 宠物食品甚至还扩大到了 外卖领域 一家连锁比萨店 首次推出猫狗专用的比萨 韩国零售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秋期间 便利店因为卖场位置的不同 热销商品的种类 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在临近居民区的店铺 玩具和调味品的销售额较平时增长一倍以上 而在临近考试村等独居足占多数的店铺 啤酒 下酒菜和碳酸饮料等商品显然人气更旺 中秋过去国庆马上就要来了 国庆七天假期 全国收费高速将免费通行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联合百度地图 最新发布了2019年国庆节假期出行预测报告 有哪些车流高峰时段和一堵路段呢 一起来看一下 国庆节假期 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免费通行时间 为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 预计10月1号至4号每天上午10点左右将出现车流高峰 从10月5号开始 全国高速车流量高峰逐渐回落 7号下午将再次出现车流高峰 预计国庆假期 全国高速去城一堵路段 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江苏省境内的长台高速 从柯金路坝桥到董邦枢纽南向北路段 广东省境内的广坤高速 复佛丽交东向西路段 预计交通流量比较大 返程方面 预计一堵路段主要集中在京津济地区 北京市境内的京藏高速康庄桥附近 西向东进京方向路段 北京地区的京城主线站 杜家坎主线站和白庙主线站 即使去城一堵排名在前的收费站 也是返程一堵收费站 通行压力较为明显 国庆假期 全国客运交通枢纽将会迎来出行客流高峰 周边路网交通拥堵状况将加剧 昆明站 石家庄北站 哈尔滨西站位列前三位 郑州和重庆两座城市 其汽车客运站及火车站周边道路都容易拥堵 热门景区周边的路网交通拥堵情况 也会随客流到访量的激增而加剧 预计陕西历史博物馆周边路网 平均速度仅为每小时15.54公里 同时 去往大雁塔和秦始皇兵马俑景区的游客人数也较多 重庆的渣子洞 杭州西湖和济南的暴突泉公园 都是比较热门的旅游景点 需要提醒的是 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十一过后将会落幕 预计将会有大量游客在国庆节假期前往 建议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今天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扩建主体工程正式启用 作为整个工程的主角 全球最大单体卫星厅 惊艳亮相了 之所以称起为卫星厅 是因为它的使命就像卫星一样服务于航站楼 还有连接卫星厅和航站楼的机场空测捷运系统也同时启用 未来浦东机场的年旅客吞吐保障能力将会达到8000万人次 这么大体量的卫星厅是怎么来运转的 今天出行的旅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马上来连线我们前方记者金和苗 各位好 你现在是在捷运的车厢里吗 你今天都体验了什么 来跟我们做个介绍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刚刚投入使用的捷运车厢的内部 作为今天的首批体验者之一 我也要带大家好好来感受一下 其实捷运系统可以看作是 机场内部的一个小型的地铁 从航站楼到卫星厅之间的无缝衔接 都全靠它来实现 那么浦东机场的这个捷运系统 全长是大约有7.8公里 在卫星厅的东西两侧分别有两条捷运轨道 都是采用双线运行的模式 而且是全天24小时都对外开放的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出行的旅客 您在正常办理过纸机之后 如果发现您的登机口上带有这个大写的字母G或者是H 那么您就需要乘坐捷运列车 前往卫星厅去登机 而对于航班停靠卫星厅的到达旅客 如果说那您也是需要乘坐我们的捷运列车 回到航站楼来进行去办理 或进一步的入境手续 或者是提取要托运的行李 那现在这会儿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是已经开起来了 耳边可以听到有呼呼的声响 但是行走起来依然是非常平稳的 那么我也了解到呢 像我们这一趟捷运列车 它的最高速度是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 从卫星厅到航站楼之间啊 单向的行程大约是需要两分半 也就是150秒 那我刚刚也稍微的计算了一下 如果运气好的话呢 因为它发车间隔是小于5分钟的 如果大家预计好的话 过了安检之后 走到登机口最快只需要5分钟 如果说不巧 您的这个航班停号在比较远的登机位 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捷运的出口 是设计在整个卫星厅的中间的部分 那这样的话 从出口走到登机口的位置 即便是最远的登机口 也不会超过500米 不行过去的话 最多只需要10分钟 那现在我们的车辆是已经到达站点了 可以看到这个车厢里面 我们整个都是采用了一个玫瑰金的色调 然后这样中间的扶手 也是做了一些比较特性 贴心的小设计 它这个扶手呢 就是分成了高低不同的三种位置 然后像两边的这个栏杆啊 栏杆是可以倚靠的 因为它是做了一个梯形这样的设计 然后也可以方便乘客来放一些小型的手提包 另外我还注意到在这个车厢的两边 是有设计一个爱心座椅 来留给那个 有少量的爱心座椅来留给有需要的乘客 另外啊 我们这个车厢呢 它是采 它现在目前是采用的 目前载客量最大的A型地铁列车 一共有四节编组 其中国内和国际的分别是有两节 然后可以看到 像我们后面的这一个挡板呢 就是为了把国际跟国内的乘客区分开来 好的 主持人 那其实呢 在通过这样一系列便捷的贴心的设计呢 其实捷运系统也会成为 航站楼和卫星厅的一个重要纽带 未来啊 也会再提供提高这个机场的运转效率 保障安全运行等多个方面 给大家带来发挥重要的作用 好的 主持人 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谢谢何淼的介绍 谢谢 我们来看其他方面消息 目前香港各方正在就应对房价高企 土地供应短缺等问题 集思广义凝聚共识 支持特区政府改善香港民生 并积极建言宪策 香港最大政团民建联 本月12号向特区政府提出 通过规划新发展区或公营发展项目 并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地 是短期和中期内 大量增加公营房屋供应的有效办法 政府应该积极引用 正正就是希望可以将社会 大家一起努力 如何去解决我们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特别就是我们重中之重的房屋问题 令到我们无论是青年也好 又或者我们社会上其他人士也好 能够真正做到安居乐业 一起为香港的繁荣去努力 住得贵住得小已经是香港的写照 所以民建联今次是促请特区政府 要想办法多一下去处理我们的房屋问题 市民期望是有一个高透明度 一个有长远规划的土地供应 让我们的问题可以解决 而收回土地条例来去建多些公屋 令到我们多些市民可以上楼 我觉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无论从小型中型或者大型的发展商 我们都非常之支持的 香港科技人士还表示 希望特区政府重点考虑青年及单身人士的需要 通过兴建小型单位等具体手段 帮助青年人解决困难 有些是专门针对青年人的住屋的政策 其实政府都应该是研究的 你看回现在青年人在住屋这一方面的需求 是相对是比较忽略了的 因为很多都是针对比如家庭 比如公屋的话 单身的申请时间是很长的 事实上有很多街坊都告诉我们 现在那个年代和以前有点不同 因为现在对于小单位的需求 其实是比以前大了很多 去令到建出来的公营房屋 去针对这些特别有需求的年龄层 我觉得对于市民来说 这个绝对是政府的一个德政 最近有美国150多家行业协会组成的 关税伤害美国附地组织 发布了他们的调查数据 今年7月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支付了大约68亿美元的关税 创下美国历史上单月关税的记录 关税伤害美国附地组织的数据显示 同2018年7月相比 今年7月关税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带来的负担增加了约35亿美元 涨幅达62% 2018年到今年7月间 美国纳税人已经为关税额外支付了超过300亿美元 与此同时贸易战也严重影响美国出口 截至今年7月 美国出口额已连续下降13个月 关税伤害美国附地组织发言人表示 高涨的关税给美国企业带来重大不确定性 可能会导致投资萎缩 物价上涨 就业岗位减少 该发言人敦促美国政府抓住未来谈判的机会 尽快结束这场没有赢家的贸易战 关税伤害美国附地组织 由来自美国各行业的150多家行业协会联合组成 致力于向公众普及关税给经济各方面造成的影响 反对美国政府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也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两处设施 14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沙特官员表示 正在尽全力恢复生产 并且承诺不会让国际市场出现原油短缺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奇兹15号证实 袭击导致沙特的原油供应 每日减少570万桶 大约占沙特石油日产量的50% 占国际市场每日原油供应量的5% 此外 这次袭击还导致沙特乙丸和液化天然气的供应量 减少了大约50% 阿卜杜勒阿奇兹说 无人机袭击导致阿美石油公司的不盖格工厂 以及胡赖斯油田的石油生产暂时中断 石油产量减少部分将通过沙特现有的石油储备来补偿 阿卜杜勒阿奇兹说 阿美石油公司正在尽力恢复生产 并将在48小时内公布最新进展 而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来自沙特官员的消息 沙特将力争在16号 也就是今天 先恢复190万桶的产油量 也就是减产量的三分之一 报道还说 沙特承诺在生产完全恢复之前 不会让国际市场出现原油短缺 也门胡赖武装部队于当地时间14号表示 胡赖武装当天出动了石架无人机 对阿美石油公司在布盖格和胡赖斯的设施发动袭击 并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 对也门的侵略和经济封锁所实施的报复 将来还会继续扩大对沙特的袭击范围 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说 在沙特恢复石油产能期间 国际油价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飙升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 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将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 稳定油价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30分 10月交割的西德州中置原油期货价格 涨至每桶60.18美元 涨幅为9.72% 11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涨至每桶66.76美元 涨幅为10.86% 路透社援引市场人士的分析报道称 在沙特恢复石油产能期间 国际油价的上涨幅度可能达到10美元 即在上周五收盘价格的基础上增长约18%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沙特石油产能大幅下降 很可能直接冲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生产 据报道 国自沙特进口原油的47%都被运往美国西海岸 特别是多个位于加州的炼油厂进行加工 目前在50个州中 加州的油价高居第二位 针对沙特石油设施预习可能引发的油价波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他已经授权相关机构 在必要时刻动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来应对市场需求 据统计 美国现有超过6.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 当地时间15号 英国和法国政府相继在社交媒体 谴责了沙特石油设施预袭事件 同一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表示谴责的同时 呼吁各方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 防止紧张局势升级 视线转向日本 日本猪瘟疫情愈演愈烈 截止到今天上午记者发稿时 日本国内确诊猪瘟疫情的 县级行政区数量已经上升到了9个 来看一下具体报道 继祁域县长野县之后 15号夜间 有日本媒体报道称 山梨县的一处肉食品加工厂 也被检测出猪瘟疫情 虽然目前当地政府 已对有潜在感染风险的 20吨猪肉进行了填埋处理 但猪瘟疫情从生产领域 扩散至流通领域的消息传出后 让日本民众对食用猪肉的态度 更加谨慎 同样感到担忧的 还有生猪养殖户 在刚刚发生疫情的 日本生猪养殖重镇齐域县 虽然当地政府已于今天上午 基本完成了对设病的 753头生猪的扑杀 掩埋以及猪蓝杀菌工作 并以猪瘟发生地点为原心 设置了半径10公里的封锁带 但由于目前日本政府 不鼓励对食用生猪 使用注射疫苗 因此所谓的猪瘟预防措施 也仅仅是维持猪蓝的 清洁与定期消毒 疫情管控手段十分匮乏 尽管时下日本国内对启用 生猪注射疫苗的呼声高涨 但日本农林水产省 仍以需全面调查该类疫苗 对生猪生产 流通 销售等 环节的影响为由 拒绝了这个提案 仅同意通过向野猪出没地点 不止含有疫苗成分的 饵料等间接方法 进行防疫工作 日本农林水产省还表示 本轮猪瘟并非非洲猪瘟 但目前尚未查清疫情源头 最近美国电子烟所引发的 健康问题不断的发酵 已经成为了全球热点 这个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现在情况怎么样 美国政府对于电子烟的 监管重点和难点又在哪里 来看CNBC财经评论员 从新加坡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美国电子烟的健康问题 不断发酵 在一些国会议员口中 已经成了一个公共健康的危机 那么截至9月13号 美国已经有6起 电子烟相关的致死案例 美国卫生部正在调查 450起被怀疑与电子烟有关的 肺部感染病例 而这些患者是分布在 美国的33个州 平均年龄只有19岁 那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电子烟市场 其中青少年是主要的消费群体 美国全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显示 有27.5%的受访者 是使用电子烟 真实情况可能会更高 这一比例在2017年为20.8% 在2016年则只有11.3% 最近几年 美国青少年电子烟民数量的 不断增长是与传统烟民的下滑 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目前关于电子烟致病 甚至致死的具体原因 仍然还没有定论 一些专家怀疑是与其成分相关 而相关部门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但是电子烟行业的领头羊 Jill则已经成了重视之地 当前美国电子烟市场几乎是一家 独打近40%的市场份额 由Jill占据 这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公司 从电子烟市场的快速发展中 是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那去年曾经大手笔 向1500名雇员 发放了总计约20亿美元的年终奖 每名员工获得的平均分红 是高达150万美元 如此高调的行为 也引起了旧金山当地监管部门的注意 那今年6月份 旧金山就成了全美 第一个全面禁售电子烟的 美国大型城市 随后多个美国主要城市 和地区是不断地跟进 到了9月初 那密歇根州呢 是宣布将在全州范围内 禁止销售带香味的电子烟 当地时间9月11号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在与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宣布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正在制定指导细则 将向除烟草味以外的 所有香味电子烟下达销售精密 那基于现在的危机不断地发酵 美国的监管部门 也将对电子烟的生产销售和宣传 进行全方位的把关 那目前美国国会议员呢 还在考虑说 对电子烟宣传和广告等方面 进行相关立法 具体细则呢 也会很快公布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舌尖盛宴 日本暮黑秋刀鱼节 几万人街头品尝美味 技术新突破 依靠太阳能驱动 丰田环保新车型 目前正在测试当中 秋刀鱼是日本民众 经常食用的一种海鱼 秋天是它肉质最为鲜美的时候 又由于外形细长 像刀一样 因此被叫做秋刀鱼 最近东京的暮黑地区 举办了盛大的秋刀鱼节 吸引了几万名游客 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我来到的是 东京暮黑车站附近 暮黑秋刀鱼节的现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的也是非常的热闹 这个游客是人头攒动 络绎不绝 而我们也发现了 这里最热闹的就是 这个可以免费品尝 探烤秋刀鱼的小摊前 可以看到 这个现在是烟雾缭绕 香气四溢 整个小摊全场有十米左右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壮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工作人员正在用力地 加紧速度进行探考 而等待品尝的顾客有多少呢 我们看到这里 整个排队的顾客 是一眼望不到镜头 人数是非常的多 记者了解到 每年排队领取秋刀鱼 一般都要等上一两个小时左右 近万条秋刀鱼 一个上午就会分发一空 活动当天 尽管已是初秋时节 但暮黑地区的气温 依然非常温热 不过这也丝毫没有阻挡 现场近万名排队游客的热情 据工作人员介绍 活动现场用于炭烤的秋刀鱼 全部来自日本著名的秋刀鱼产地 岩首县工股市 负责炭烤的工作人员 也都是来自暮黑数十家餐厅的专业厨师 游客拿到秋刀鱼后 还可以根据喜好 领取烟萝卜片 酸菊和调味汁 搭配出最好的味道来享受美味 木黑地区从24年前开始 就会在每年9月 秋刀鱼上市的时节 举办秋刀鱼节 在日本俗语中 就有木黑的秋刀鱼语语 来形容人在饿的时候 最能品尝出食物的美味 这也是木黑秋刀鱼节的起源 活动现场除了热闹的炭烤摊外 现场还有来自木黑多家餐厅的 特色秋刀鱼小吃摊 既有专业寿司店制作的秋刀鱼寿司 也有以秋刀鱼肉制作的特色咖喱 甚至还有加入了整条 油炸秋刀鱼的汉堡 现场还提供鲜鱼送货上门的销售点 让游客在吃得尽兴之余 还可以把美味带回家 据了解 当天前来参加活动的游客数量 超过3万人 万人街头品尝秋刀鱼 也成为了木黑一道独特的初秋风景 作为和秋刀鱼颇具历史渊源的地区 东京木黑一带聚集了很多 擅长料理秋刀鱼的大厨 因而也有着众多种类丰富的秋刀鱼料理 满足着当地食客的需求 下面跟随记者继续去探访一下 在木黑随处可见 以秋刀鱼料理为特色的餐厅 在这些餐厅里 秋刀鱼的做法 从生湿到这个腌渍 从油炸到炖煮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 那么究竟木黑的秋刀鱼料理 有怎么样的特色呢 现在就让我们进去探访一下吧 记者来到的这家餐厅 距离木黑车站只有两分钟左右的路程 店内约有30个座位 打开菜单能发现满满一夜 几乎都是秋刀鱼料理 店主表示 目前这家店已经有29年历史 餐厅最大的理念 就是让顾客尝遍秋刀鱼所有的吃法 店内的秋刀鱼料理种类丰富 除了经典的炭烤之外 还有蒲烧 蒜香等等做法 每道菜的价格在550日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36元 这个蒲烧秋刀鱼尝起来 首先能感觉到这个蒲烧汁 非常的入味 而且结合这个鱼肉的鲜甜 尝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而且比起这个普通的炭烧的做法来说 味道也要丰富了很多 店主表示 除了煎炒烹炸这些烹饪方式之外 店内的秋刀鱼刺身也是一决 每年都会有老顾客 在初秋早早就预约座位前来品尝 但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新鲜捕捞的秋刀鱼 一直处于缺货的状态 据日本农龄水产部门统计 进入8月捕捞季以来 秋刀鱼捕获量仅有往年的8分之1左右 价格也上涨了3至4倍 渔业协会相关人士预计 9月海水温度进一步下降后 秋刀鱼的捕获量或将有所上升 价格也可能随之下降 最近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进行了一项测试 把卫星使用的超薄太阳能电池板技术 搬到了汽车上 他们希望汽车未来不需要插电 光凭太阳能就能驱动 这是一个由日本政府资助的示范项目 丰田工程师将夏浦公司设计的 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普瑞斯汽车的 引擎盖 车顶 后窗和扰流板上 这些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电力 直接进入汽车的驱动电池 由此 汽车可以在行驶中或停车时 直接给电池充电 测试显示 在一个晴天 借助太阳能充电 可以让普瑞斯汽车行驶56公里 但如果遇到阴天或者天气太热 太阳能充电性能会迅速下降 这种太阳能电池板 最初是为卫星设计的 厚度为0.03毫米 具有很强的延展性 可以贴合汽车车身 作为保护措施 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之间 设置了一个隔层 因此 太阳能电池板模块的 实际厚度接近1厘米 另外 由于汽车的后备箱中 装满了太阳能电池板的电池 使得汽车的重量增加了约80公斤 这一项目的首席工程师表示 减轻整个汽车的重量 以及降低它的技术成本 是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正在直播的国际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70年我们携手同行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由央视财经新媒体 联手腾讯公司 全民K歌APP 共同发起的 同唱一首歌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线上万人大合唱活动 正在进行 我们财经频道的主持人 已经加入到了 大合唱的队伍当中 10月1号前参与活动 和央视财经主播 合唱我们心中的赞歌 一起表白祖国 大家好 我是陈伟红 大家好 我是孟展东 大家好 我是义男 大家好 我是龙瑶 大家好 我是严向宁 我在北京歌唱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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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苗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线上大合唱 同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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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最近代表了欧洲最高水准的 德国房车大师赛 在位于德国科隆的 纽伯格林赛道展开 排位赛的激烈角逐 节目的最后 一起去欣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